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啊 幼稚心的一天开始 现在准备的生骨肉是给隔离间的小猫吃的 小矮角因为长了一点猫险也被隔离起来了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等完全痊愈的时候就可以回到猫舍去住了 伊布妹妹来到猫舍也快隔离一个星期了 来到我们家必须要学会吃生骨肉 伊布妹妹在隔离期间适应的非常好 最近一餐也可以吃将近100克的生骨肉 猫咪是天生的食肉动物 吃生骨肉的猫咪好处太多了 所以我们猫舍都是坚持生骨肉喂养的 另外也会给它们吃猫粮的 猫粮是自由吃生骨肉是一天两餐的家餐 吃完饭后都会放它们出来活动活动 我们猫舍不建议荣养小猫的 除了猫舍有新来的小猫或者生病的猫才会隔离起来 伊布妹妹性格真的超级好 喂完隔离间的小猫 我们开始给大猫色的猫准备生骨肉了 最近猫色的猫不多 一顿饭也要吃将近两斤的生骨肉 皮卡丘是我们的后辈国王 最近快成年了 所以要开始住单间了 今年第一我小猫将来自爱比 它的预产期在三月份底 最近猫色就只有这一窝小猫了 它们是米兰去年年底的孩子 快要满三个月大了 已经做了一针一秒 每天在猫色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天两餐的生骨肉 生骨肉都需要提前拿出来解冻 然后按量分给它们吃 每天都是按时定量定点位的 吃完后还要做卫生 洗碗已经是猫色最基本的日常 米兰的孩子已经做过一针一秒 马上就要满三个月大的小猫包包 今天天气非常好 准备带它们出去做社会化训练 这个年纪的小猫非常调皮 到处躲跟你玩猪蜜场 好不容易才走到离子 然后就是余望滴滴了 好几天没认真看它们 又大了一拳 做社会化的训练就是为了去新家 更好的适应新环境 首先让它们接触新的环境 然后让它们学会坐车 不怕晕车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让小猫出门晒晒太阳 好补补盖杀杀菌 之后的计划会在小花园里面 做一个阳光房 好让猫色的猫有个晒太阳的地方 等有了阳光房就不用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了